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日理万机 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就在他不断地考核部下对他忠诚不忠诚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那就是宫中礼仪问题 他手下的这些功臣 倚仗打江山时的劳苦功高 每次入朝宴会 个个都是放纵不羁 场面闹哄哄的像赶集似的 有时候谈功论战 有时候说朋道友 更有甚者当众脱鞋挠脚 后来经过人提醒 刘邦觉得这样也不成体统 于是苦思良策 正在这个时候 儒生顺应行事派上庸场了 刘邦以前很不喜欢儒生 你想啊 他读了近十年的书 胸中还是空空如也 因此对那些满腹经伦的儒生很有抵触 后来虽然在西征途中遇到了利益机 对儒生的偏执看法有所缓解 但儒生们仍然得不到他的青睐和重用 当然 他不重用儒生 并不代表儒生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这不吗 说儒生这里就来了一位儒生 他的名字叫孙淑通 孙淑通一直就在刘邦身边做事 也是苦差事 刘邦的烦恼他自然知道了 于是他毛遂自荐地走到刘邦的身前说 如果陛下想治理好天下 当务之急就是要去找一些儒生来讲礼 刘邦正哭闹着呢 本来孙淑通提起这件事让他眼前一亮 但是他一看到孙淑通儒生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边就是不爽 刘邦的态度就不好了 老子用三尺剑骑马打下的江山 哪用得着儒生呢 孙淑通就进行了反驳 陛下再马上打江山 难道还能再马上守天下吗 这一句反问让刘邦是哑口无言呢 隔了好半天 他才说出苦衷来 朕一向不太重视儒生 现在需要儒生 又到哪里去找呢 这就等于是默认了 孙淑通知道机不可施 赶紧说 鲁地乃是儒生之乡 那里的名儒多如牛毛 可以到那里去招募儒生 刘邦就同意了他的建议 于是乎 孙淑通就活速去办这件事了 孙淑通果然不负众望 他很快就从鲁地 带回了几百号儒生 然后孙淑通和儒生们 商量着先列出了朝廷的礼仪大纲 并且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教程 待着一切准备工作搞定以后 接下来就是对朝中大臣开始培训了 第一批学员 执招了百来位朝中重量级大臣 经过一个多月的魔鬼训练 在众儒生言传身教之下 这批学员很快就训练得有模有样了 据说这批学员毕业的时候 刘邦还亲自来考核 当他看到这些手下重臣 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 都破显人者风范的时候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随着第二批第三批学员都陆续毕业 朝中重臣差不多都参加了宫廷礼仪培训 正在这时 咸阳的常乐宫已经成功修复了 于是刘邦大喜 他率着文武大臣回到咸阳 在常乐宫庆贺元旦 汉高祖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两百年的元月一日 朝贺典礼如期举行 整个过程秩序井然 大臣们按照官阶高低游序的战战 殿下的士兵也都整齐游序 一切都布置好以后 刘邦乘坐的年车出来了 随着一声皇帝驾到 群臣们依次跪下 大声喊着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气氛庄严而又雄伟 众卿都免礼平身 刘邦欠了欠身子 众臣站起身来 依然有序地站着 接下来刘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 就像滔滔流水绵绵不绝 这下可苦了群臣了 顶着太阳晒了好几个小时 但饶是如此 他们都站得像杆枪似的 谁也不敢像以前那样 焦头接耳讲半句悄悄话 直到上午 群臣们个个腿脚发麻了 刘邦才宣布庆贺仪式结束 接下来是用宴的时候了 整个酒宴当中 群臣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没有次序地来敬酒 乱哄哄地裁酒令 他们此时是按职位高低 一一捧伤来恭喜刘邦 整个典礼过程隆重而有序 没有一个人敢造次 最后的结果是 孙书通的礼仪训练营 顺利通过刘邦的考核 于是孙书通被封为太长 赐黄金五百两 其他的儒生也都被封为狼中令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之后 堕落的儒生们也终于咸鱼翻身 实现了鲤鱼跳龙门 因为刘邦出生时身体的特殊性 他的父亲刘之家 也就是现在的太上皇 对他一直都不太喜欢 后来刘邦十八岁辍学 当了流氓以后 他恨铁不成钢 竟然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不闻不问 任其放纵 也正是因为这样 刘邦对母亲的感情 明显比对父亲的感情要深 母亲去世之后 他宁可放弃事业 也要为母亲风风光光地 送上最后一程 而父亲被项羽所擒 在战场上以烹杀相威胁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厚颜无耻地说了 烹杀我爹也就是烹杀你爹 到时候请别忘了分我一杯羹 当然 虽然这不排除当时 刘邦情非得已 不可能为了流劳太公 而把唾手可得的江山 拱手送给项羽 但从这里或多或少 我们能够看出来一些端倪 但不管怎么说吧 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当了皇帝的刘邦 似乎要还罪 马上就立他为太上皇了 按理说 刘太公从此就要享清福 安度晚年了 但整天待在宫里边的刘太公 脸上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 夜落归根 身居宫中的刘太公 思念生他养他的故乡啊 于是他委婉地对刘邦 说出他想回故乡的想法 刘邦一听就急了 这怎么行啊 你可是堂堂的太上皇啊 怎么能再回到那穷乡僻壤去呢 于是刘邦接下来就干了一件大笑的事情 他在丽阳附近选择了一块荒野之地 然后找来一个叫吴宽的能工巧匠 让他来模仿家乡 建造一座新的村镇 这个吴宽果然是个人才 他亲自去配线画了刘邦家乡的风貌 然后照着图上的样子 在丽阳建了另一个小中阳村 田舍房林 包括小桥流水 都建造的别桥细致 几乎一模一样 刘太公看了之后 这儿摸摸那儿瞧瞧 就好像真回了顾乡一样 可是 他转了一圈之后 原本兴奋和喜悦的脸上又黯淡下来了 有了顾乡的样子 但没有顾乡的人 他能开心得起来吗 刘邦这回好事做到底 马上又召令村里左邻右舍 熟人朋友 来了个千里大迁移 于是 刘太公每天生活在故乡里 和故乡人说着话 适当地干点农活 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 刘邦对内搞定项羽和其他各大诸侯以后 对外将面临着匈奴的恶意挑衅 他跟项羽的楚汉之争惊心动魄 同样的 他跟匈奴的战争也是一波三折 充满了悬念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匈奴的情况吧 首先是起源 匈奴作为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 学术界还没能确论其起源和来历 自打捍卫以来 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 其意产生于《史记匈奴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世之苗义也 曰淳为 唐于以上有山戎 贤允 熏裕 居于北瞒 随畜目而转移 一部分学者根据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 认为匈奴是夏之后代 《史记所隐》引张艳的话说 纯尾已阴时奔北边 意思就是夏的后裔纯尾 在伤识逃到北边 子孙繁衍成了匈奴 还有一说认为 宜居北地的夏之后裔 是夏杰的儿子 夏杰流放三年而死 其子熏裕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 碧举北野 随处以洗 就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另一部分学者根据实际记载的后半段文字 认为匈奴原是山戎 贤允 熏裕 孟子赵奇柱 毛氏正玄坚等赤词说 到了近现代 关于这一说法的论书更为精密 王国伟在鬼方昆仪贤云考中 把匈奴名称的演变 做了系统的概括 认为商时的鬼方 昆仪 熏裕 周时的贤云 春秋时的戎敌 战国时的胡 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还有一说 把鬼戎 义渠 燕京 渔武 楼梵 大吏 等等史籍当中能够见到的义族 统称为匈奴 上边这些看法 在近代学者当中并没取得统一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 匈奴是北方广大的草原和戈壁滩上的游牧民族 那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像游侠一样漂浮不定 过的是一种迁徙的游居生活 用一句话概括是 哪里有水哪里有我 哪里有草哪里有我 谋生的手段主要靠马牛羊驴锣鞋�骆驼等畜生 兼营狩猎 包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野兽 生活方式是只吃肉 经常饮奶酪 他们吃肉的这个习惯 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 他们总喝奶酪 那就谁也不能动他们的奶酪 生活习惯是穿着皮革 披着歇球 住在栈杖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 提起亚洲人这个字眼的时候 容易想到一种正统的黄种人形象 他们身材中等偏矮 毛发稀疏 肤色浅黄 细长眼睛 眉脊不很突出 鼻梁比较直但不高 而匈奴人的相貌特征 概括起来大致为 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 头大而圆 阔脸 颧骨高 鼻翼宽 上胡须浓密 而磕下仅有一小撮硬须 长长的耳唇上穿着孔 佩戴着一只耳环 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之外 其余部分都提光 厚厚的眉毛 杏眼 目光炯炯有神 身穿长旗小腿的 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 腰上既有腰带 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 由于寒冷 袖子在手腕处收紧 一条短毛皮围在了肩上 头戴皮帽 鞋也是皮质的 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 在踝部捆扎紧 弓箭袋系在腰带上 垂在左腿的前面 箭筒也系在腰带上 横吊在腰背部 箭头朝着右边 总之呢 匈奴人一看就是 与众不同 匈奴人还有一些特点 他们没有文字 没有书籍 这对于厌恶读书的人来说 肯定会对这种民族的 生活方式高呼万岁的 他们只用语言来表达 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都有名无姓 也没有字 关于匈奴语言的来源 因为缺乏资料 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 有些人认为 匈奴人将蒙古语 有些人认为 他们的语言 属于耶尼塞语系 他们还有不一样的礼仪 他们之间的婚姻很自由 可以自由取配 做儿子的 可以娶后妈为妻 做兄弟的也一样 只要有死去的 就可以结为夫妻 他们信奉一种 以崇拜天和崇拜某些神山 为基础的萨满教 匈奴和司机太人 都把头看作战利品 在战利品中 展示他们砍下敌人的头颅 以及挂在麻将绳上的头皮 以示夸耀 据说匈奴人的坟墩上的石头 其树木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树木成比例的 匈奴人在定蒙约的时候 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 在悼念死者的时候 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 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匈奴人从小就能骑马 扇射数 由马背上长大的民族之称 他们的蝉鱼或者是最高君主 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 因为这个季节马醉状 他们叫客教人畜 正是因为能骑马 扇射数 他们为了扩大地盘 到处掠夺奴隶 抢夺财物 贪婪 是匈奴人最为鲜明的特点 因此 中原这块物美风仙的地方 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了 战国时期乱世纷争 给了匈奴人可乘之机 他们多次发兵侵入中原 每次都是空着手来的 当然 除了他们必要的兵器 而走的时候却是满载而归 什么金银财宝 零落绸缎 粮食牲口 当然还包括美女家人 是应有尽有 尝到了甜头的匈奴人 自然来中原来得更加勤快了 每次都是变本加厉 胃口越来越大 俗话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当时的秦昭王下了一道命令 修建了一项强大的抵御匈奴人的工程 长城 这个长城也就是后来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的前身 但由于当时处于混乱时期 即便是这样 仍然不能阻止匈奴人南下 这下可激怒了赵国的边疆李牧了 李牧是二话不说 直接就跟匈奴人干上了 天宝 天宝 对 我们 心 友 dé 其ですね 我们 �랑 photographer 这 液 tips 喝 甚 让氒